今天呢 我們要來玩動物園大亨2 那個 開始之前先跟大家簡介一下這款遊戲 這款遊戲是Microsoft底下的工作室 就是遊戲開發工作室做出來的遊戲 那它有出一代 就是動物園大亨1 那動物園大亨1比較像是2D 2.5D的 那2的時候就改成有比較3D一點 不過因為是很久以前的遊戲了 你看像1代大概是2001年出的 你看已經距今十幾年前了 那2代呢 就是它的3年後 所以就是大概2004年左右出的 也很久了 也快十年了 也十年前了 十年前的遊戲 那它有出第三代 可是就不是同一個工作室出了 所以就 欸 就 就 就 風格就改變很多啦 那我們就玩第二代 登登 第二代 第二代蠻經典的 那 一開始呢 它有故事劇情 還可以挑戰 挑戰遊戲和 自由挑戰遊戲 它有這三種模式可以 可以供你選擇 那 那我們開 我們來 我們等一下應該會玩劇情模式啊 劇情遊戲這裡 登登 十年前很久了 呜 好了 要開始囉 好 簡介結束了 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動物園大亨 呃 這個是第二代了 那 那我們就開始遊戲了吧 今天呢 我們就來玩劇情遊戲 哦 這裡有很多劇情遊戲有沒有 我已經把這個 教程 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把所有的教程都玩完 不過我覺得教程 教程都教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動物園管理訓練 呃 我也不需要 防止虐待動物 哦 好像很 重視野生計畫 兵臨絕走保育計畫 來了 我來做這個 嗯 我們來開始了 小型地圖一般 哦 那我們在非中東部 開始了 這個哪有這麼容易GG啊 我們要開始 開始我們的動物園了 欸 他說 全養動物是動物園的保育 保育野生動物的重要方法 由於動物園的贊助 呃 主要贊助 非常致力於保育工作 他們在您收 欸 您收養其他動物的方面設下限制 並堅持必須積極的繁殖動物 並建立收養計畫 以便提供動物園 其他動物收養 哦 所以我們就是要繁殖動物 讓別人去養動物是不是 呵呵 請讓動物在展示區中 有 足夠的空間 並滿足他們的 進階需求 鼓勵繁殖行為 鼓勵繁殖 呵呵 多多生育啊 請提供多餘的動物給其他動物園收養 呃 但要確認動物園有足夠的 雄性和雌性動物 來維持動物的數量 欸 數量的成長 其他動物園收養 你的動物會支付您費用 你可以利用這些資金 準備一些特別的食物 魚垃圾施 及舒適的家 呃 我們現在主要的目標就是 受威脅動物的收養 請積極的繁殖動物 啊 必提供其他動物園動物 你必須 從四種動物中 提供 一隻給其他動物 但千萬不要忘記 每一種動物都要保留 有一隻雄性和一隻雌性 唉唷 要開始囉 我們要開始囉 嗯 主要目的 我們要開始了 嗯 要 要開始了 來 燈燈 我們開始了 嗚呼呼 好多動物喔 都裝箱了 這是什麼動物 河馬 嗯 呃 北美河梨 烈爆欸 烈爆裝箱欸 嗚 北美河梨 山羊 真的是四種動物欸 所以我要蓋 四個籃 四個籃子 是不是 欸 動物園 動物園呢 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要先鋪道路 啊 就是鋪 譬如說我從這邊 連到這裡 欸 啊 從這邊開始 從這邊開始 啊 就是光賞動物的區域 這裡可以看動物 那要看什麼動物呢 我看一下 呃 你看他這裡有一個說明啊 鐵 鐵王柵欄 啊 預算吃緊時 特別好用 我現在預算很吃緊啊 沒有錢啊 到處都沒錢 好可憐喔 這裡不能 不能壓嗎 可以 可以 蓋 蓋鐵柵欄 等一下 這裡為什麼不行 喔 有一棵樹不行 我把這棵樹移走啊 怎麼會有一棵樹啊 這是什麼 植草 我把植草移走了 叮叮叮 喔呦 動物園開張囉 嗯 喔 圍到這裡好了 喔 動物園 動物園 動物園有點大 這裡圍起來 圍 這裡這裡這裡 喔 這裡 喔呦有點大 有點大 好啦整個都給你好不好 整個都給你 喔 來養河馬 這麼大的地方來養河馬 這個是什麼 北美河梨 河馬 抓 抓河馬到這裡 喔呦 放出來 我有河馬了 喔呦 這裡 抓 嗯 抓進來 嗯 河馬 放生河馬 喔呦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信的 欸 看不太出來勒 呵呵呵 正要去喝水 嗯 那你在這邊按一下這個 就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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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人是因為 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吧 等一下人就走進來了啦 你看動物剛放下去 人就走出來了 嗯 放一點食物給他們吃 他們愛吃食物 那也要放水 嗯 放水流 放兩盆水 給他們吃 那他們還喜歡玩 欸 要 要玩小氣球要研究 唉 還有貓抓住也要研究 然後蓋一個 房間給他們 喔呦 喔呦 這樣就OK囉 嗯 輕鬆血液 他喜歡什麼區域 濕地 看一下這裡是不是濕地 欸是耶 剛好是濕地 這麼剛好喔 這麼剛好喔 嗯 還有一灘水 喔喔 這麼棒喔 嗯 嗯 來了來了 有人來看了 有人來看了 啊動物園最重要的就是收入 啊假如你沒有收入呢 河馬萬歲